一个喜新革命的反派回归 要帮助英雄们啦 据说 还有一个能起始回神超酷秘技即将登场 另外素挪的真面目即将揭晓 看他如何用强大的力量连压所有人 上一话 大家把日下部当成最强的一级素师 认为他多么高桥 妙技无数 我才记见夏夏老师这么设定 肯定是因为很多人低谷了日下部 尤其是素挪已经撂倒了五条物和一谷这些大咖之后 上一话 我们也看到素挪用超大的黑伞击败了珍惜 珍惜的状况还没有确定 但他很可能会回来继续战斗 可能只是受人伤战神倒下而已 目前素挪可是无人可敌 强大的人都倒下了 剩下日下部一个人 日下部注定要和素挪进行素食搏斗 日下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干嘛 为什么要去跟史上最强的素食战斗 但他也不会退缩 毕竟全世界的命远都岌岌可危 最新一话开始 日下部就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之一 他使用新英雄简易领域 聚合西越 素挪认出了这个招式 但他不理解为什么日下部会在这个时刻对他使用把刀术 尤其是素挪的周力 可以让他向敌人射出飞行的斩击 这意味着素挪根本不用靠近就能远程攻击日下部 而且素挪甚至连自己的领域都没有用 既然这样 日下部对他用简易领域是图什么呢 日下部摆出架势 准备使用一些看起来超帅的武士绝招 这时我们可以透过一下他的内心想法 当然 简易领域这个招式最初的发明 就是为了对抗领域展开的 他的作用是暂时消除必中的效果 不过 简易领域本身不能抵消咒术 这点要记住哦 虽然名字里有个简易 但简易领域可是正宗的领域 所以千万不能小看他的威力 简易领域的姐姐 可以使用各种规则和束缚来客制化 这表示 他不只能当成阻碍领域展开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能用于防守 而日下部在性运流方面可是特别厉害 日下部之所以要开简易领域 是因为在领域范围内 他的周力输出可以放大 而束挪则会变得更弱 除此之外 日下部还能设定一个全自动防卫系统 只要有人进入他的领域 就会被立刻攻击 束挪朝日下部砍了几刀 都被日下部用刀敏捷地挡住了 就连束挪也不禁成战 日下部的反应超快 日下部给预测束挪的斩机 并加以阻挡 方法是正常 周力再会展示产生的小小火花 以及束挪攻击前最细微的身体动作 他把这些观察 结合自己天生的直觉 就能预判并挡下 即使是束挪速度惊人的斩机 所有这些能力 都因为简易领域而增强了 这就是日下部 即使束挪没开领域 也要用制造的原因 然而渐渐下下老师 就像爱作弄我们一样 就在日下部 好像掌握了束挪攻击的节奏时 下一刻就被另一串的斩机吓到 可以说日下部 差点玩命才逃过这一节 这下子日下部终于意识到 束挪这个大魔王 根本不用任何动作 就能启动兽数 也就是说 之前观察束挪的身体动作 来预判进攻 完全没用了 看来这又是束挪藏着的一张底牌 之前根本没必要死出来 日下部自以为快要成功了 束挪就决定赏他个大大的 你太天真了 然后漫画又穿插了一小段三回回忆 讲的是一些 顶级周术师在吹棒日下部有多厉害 切矮说他是剑术大师 各种稀奇古怪的招式 新手捏来 明明成长 他超实用 任何状况都能完美应付 五条或者对他那独特的 简易领域赞不结口 实力较落的周术师 用简易领域可是要立下束缚的 比如三轮就必须双脚着地 不然简易领域就失效 可日下部完全不用束缚 而且 他的简易领域范围还异常广阔 哦 说到范围 日下部凭借敏锐的重力感知 发现束挪即将死出那个传闻中 把五条窝都杀掉过得世界斩 为了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日下部当机立断 扩大了简易领域的范围 这下子 把束挪这个千年老表都惊到了 因为日下部的战术实在带突特了 一般玩剑的嘛 简易领域不就是乖乖维持一个范围就好 哪有人像日下部这样 可以突然扩大范围下对手的啦 现在束挪被困在 简易领域的范围里 日下部可以自动攻击啦 只见跨越漫画中 日下部化身成无双剑胜 对着束挪门砍一通 一些斩击明显砍中了束挪 只见鲜血之冒 日下部实在砍得太爽太卖力 他手中的刀 竟然承受不住暴风骤雨攻击 整个断裂了 当刀断裂时 日下部又拳打脚蹄的跟束挪上演了 史上最不震惊的肉搏战 他踹了一脚把束挪踢飞出去 然后再一个剑部门冲上去 就像把背书搏放一样继续猛攻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拼 明明对付束挪这个大魔王 根本是找死的行为 完全就是以卵击死嘛 不过日下部认为 他的战斗力暴增大概 是因为他饮水思源 用钱相报吧 还记得月娥校长吗 当年月娥校长 可是冒着被捉气咔嚓的风险 又尽数把日下部妹妹去世的孩子灵魂 放进皱怀身体里 让他能获得一点心理慰藉 虽然月娥校长现在已经领和饭了 但是看在月娥校长和那些实际的学生们 都为了对抗束挪而重力牺牲的分上 日下部决定获出去燃烧小宇宙 突然间日下部跳了一个 致近五条五的超过难度后空翻 所以期术简直报表 然后他使用一个叫龙月的招式 用周力修复了断掉的刀刃 然而日下部拿着心刀 准备再次攻击苏诺的时候 苏诺却露出了一个恶气味的笑容 并用两根手指轻轻松松地夹住了刀刃 苏诺一脸早撩到的表情 吐槽日下部 肯定是瞄准他受过重伤的胸口 轻轻松松松就预判了动作 然而接近下下老师 再次用他生意般的反转 让肚子跌破眼镜 下一个日下部躺在地上 胸口被十字斩划出大血口 整个人昏迷不醒 看来已经光荣牺牲了 剑四狂魔悠悠按照惯例 准备像之前处理五条屋和衣服那样 但这个送上门的人头 正是苏诺想要的 悠悠一出现 苏诺就突然冒出来 像个恶霸一样吼道说 我也差不多开始嫌你般的啊 眼看悠悠要被咔嚓 没想到他却突然不见去 原来是黑皮迷格及时救了悠悠 等等 迷格是谁来着 对啦 就算那个以前被校尤姐收服 后来又被五条屋 强行捉弃魔鬼特训遗骨的黑皮 苏诺一脸懵逼 表示 哪位啊 只见迷格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哭哭的说道 你们这些孤岛人民 甚至需要多出去走走 见事见事啊 渐渐下下老师 甚至把迷格扔进战局 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不把野桥违或五条屋拉回来 反正找过这么个路人甲 不过既然迷格出场了 就肯定有他的用处 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厉害 但只知道他是下雨节手底下最强的打手之一 而且周力控制得超好 连五条屋都看中他的才能 把他捉去陪一股特训 迷格的咒剧黑神 可以干扰甚至底下咒素 或许他这次就是打算用这个来制裁宿罗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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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这一点 迷格就必须要有新的黑神才行 之前的眼睛被毁灭了 而这种神器可不是所有最有的 据说要好几代人花时间慢慢养成才行 虽然黑神对素挪可能有点用处 但肯定不够班啊 迷格就像武林高所身边的小弟一样 只能算是打垮素挪的第一步 要真正干掉素挪 素师们肯定要集合众人之力 把迷格 锋利之力和其他人超强的攻击力合起来才行 但需要之前领便当的人回来才可以做到 接下来的剧情谁都猜不透 不过我认为 漫画里特别提到了叶尔校长 叶尔校长可以做出像小毛这样的骤骸 而且据说 制作骤骸的过程 需要把灵魂信息跟肉体信息融合在一起 有趣的是 最近都积极回收失去的素师的遗体 这会不会表示他们在策划什么邪恶计划 比如说 把五条屋的灵魂 融合成一个超强的科学怪人骤骸 就像熊猫一样 会不会这才是他们打败素挪的最终绝招 我个人还是希望 尔谷和五条屋都还活着啦 我可不想他们变成像熊猫一样的骤骸 你们怎么看呢 留言告诉我吧 你们对于迷格人出现有什么看法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一个喜新革命的反派回归 要帮助英雄们啦 据说 还有一个能起死回神超护秘技即将登场 另外宿我的真面目即将揭晓 看他如何用强大的力量连压所有人 上一话 大家把陆下部当成最强的一级素师 认为他多么高桥 妙技无数 我才记见下下老师这么设定 肯定是